身为创业者最重要的是 第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第二呢就是要坚持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好 必须要秉持着我们当初的初心 大家好我是Instap CEO Danson 那我们的公司呢就是一个电商的平台 经营着这个自己的品牌的保健品 然后我们当初呢是在2019年开始 那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看准的这个大健康的趋势 那我们就以大健康跟互联网结合 然后变成我们的这个电商平台 那我觉得呢健康呢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个生活压力啊 生活水准啊甚至是饮食习惯呢 导致很多人在越来越年轻就有这个健康的问题 所以呢在我们努力奋斗的同时呢 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没有 我觉得呢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团队的解散 那在这个事情的发生呢 对我来说我领悟最深的就是 接下来带团队呢必须要用两个字 就是用心 所以自从那一次的事情发生过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非常用心的 对待我们的每一个团队 对待我们每一个领导 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伙伴 make sure他们进来过后呢 是我们讲到做到 甚至是可以帮助他们在我们的平台 可以短时间内呢完成他们的目标跟梦想 OK其实我们公司呢 未来接下来三年的这个计划呢 就希望从现在的三百人的团队扩张至一千人 所以目前来说呢我们是非常注重的是在完善着我们的系统 完善着我们的模式 甚至是完善着我们的这个教育系统 那主要呢是希望接下来这个新加入我们平台的伙伴呢 在这里可以很快速的上手电商的所有的经营的模式 甚至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快速的看到他们的成绩 甚至是完成他们的目标跟梦想 那我人生中呢有两个mentor呢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的两个股东 这两位股东呢也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贵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们在我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选择相信我 选择支持我 甚至是选择投资我 所以我们三个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的模式 让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把Instagram做起来 甚至是崛起到今天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 那其实我创办Instagram至今呢 其实我们抱设一个非常明确的使命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团队 帮助我们的这个伙伴 在这里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那对我来说目前来讲呢 目前这300多个伙伴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自从加入Instagram过后 都有一个明确的改变 甚至是不管在财富上啊 知识上啊 思维上都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使命呢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将会持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使命 接下来经营我们的企业 帮助更多的伙伴 帮助更多的年轻创业者 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得到一个成果 或者是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成就 那对我来说呢 身为创业者最重要的是 第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所以当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过后呢 你就往前去冲 那第二呢就是要坚持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好 在创业这条路上 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 难题甚至是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身为创业者的我们 必须要秉持着我们当初的初心 继续往前走 解决这些困难 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到我们的这个目标 那第三呢 我觉得一定要的是相信自己 谁都可以不相信我们 但是我们不可以不相信我们自己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 完全的all in在一个事业上 明确的目标过后 积极的去完成 我相信一定会有对的结果出现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